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消防局出动大批人员前往灌旧 并疏散社区住户 在50分钟内扑灭火事 5人呛伤送医 所幸没有弄成更严重的灾情 这起火警发生在今天凌晨3点多 由于起火点在13楼 消防人员不敢大意 出动大批人车前往灌旧 同时疏散了30名住户 所幸火事在52分钟内扑灭 有5人呛伤送医初步了解 起火点是在13楼住户的客厅 不过为什么会引起火事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只靠抽血就能够知道 您有没有离癌 美国科学家发表最新研究 抽血可筛检出8种癌症 尤其像是胰脏癌肝癌 难以早期发现的癌症也在其中 成功率达到7成 国内医师则指出 虽然期待这一项方法上路 不过目前国内正规医疗运所 还无法合法采用抽血筛检癌症 这有待法规的放宽 肿瘤变化难以预料 美国科学家最新研发抽血检测方法 可以在癌细胞扩散前筛检出8种癌症 包含过去很难早期发现的 胰脏癌肝癌及胃癌 成功率达7成 民众很期待 只要身体健康能够提早测出来的话 那我会去 抽血检测原理 是从血液中先寻找突变的DNA 再检验蛋白生物标记 综合这两项结果 计算离癌分数 在依性别等条件 发现癌细胞未知 临床医师期盼 法规也能放宽 癌症筛检方式 这个是所有目前在做 癌症治疗医生的一个梦想 大环境之下 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合法的 在一个正式的医院所 或者是在我们健庇的脊护下 来从事这样的一个诊断的 这样的一个检查的方式 过去国内 常见的抽血癌症筛检 多半是检测 肿瘤标记 敏感度只有5成 也可能出现胃阳性 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必须搭配超音波 电脑断层等方法 才能确诊 它表现的各方面的 包括它的有些是生态 或者突变的基因等等 那未来随着在这方面的 知识的累积跟技术的进展 我想会有更好的这个敏感度 跟它的专一性 即使筛检结果正常 也要维持良好生活习惯 实时为健康把关 大一新闻财林 业宜玲 台北报导 而如何面对病苦 他说他永远不会放弃 他是24岁青年 黄义胜 人生有大半辈子 都在病床度过 因为他8岁就罹患了 原发性肺动脉高压 这是一种罕见疾病 全台只有500名病例 经常呼吸不到空气 要雨天争口气 好不容易后来进行了 肺部移植手术 原本以为好运就此到来 没想到两年前又被发现得了 磷状细胞癌 全身受得不成人形 但他还是用意志力站起来 今天举行了新书发表会 全身包仅仅被众人称服 因为化疗路都走不稳 他是黄义胜 今年24岁 他的病全台只有500多人 肺动脉高压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疾病 其实这个疾病呢 必须要透过很多的药物控制 那即使是药物控制 其实身体就是逐渐的一个退化 特别是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呼吸 那样子的一个困境 8岁罹患原发性肺动脉高压 他装了叶克膜 患了肺 想不到命运 还是没有放过他 磷状细胞癌 就这么照上自己 是父母亲 我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做 我只能够在旁边 不能违命 我觉得他真的是 我的骄傲 一三预祝你今天新书 加油 家人一字排开心疼 也心痛因为意识太坚强了 让人看了不舍 所有的过程浓缩成自传 这一天举行新书发表 他用自己的经历 告诉所有受苦的人 不要放弃 因为希望永远都在 希望大家看了 我的这本书 可以不敢接下来 放弃天使 谢谢大家 大新闻万千林文森采访报道 再过四天 农历十二月初八 是佛陀成道日 许多宗教团体 会在这个时候 寒冬送暖 赠送民生物资 还有主腊巴州和民众结缘 腊巴州除了平安吉祥之外 还有和谐 云荣的意涵 热腾腾的腊巴州 分送给民众 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 法宝节 佛陀成道日 腊巴州食材众多 却没有突出的味道 这有特殊含义 每一个材料都尽自己本分 煮出一锅 是融合的 是同体共生的概念 让我们在这个时间 送出温暖 送出和谐 腊巴是农历十二月八号 每年这个节日前后 佛光山慈悲基金会 都会以腊巴州和民众结缘 分送物资给中低收入户 从小视觉障碍的吴嘉云 是一名基督徒 他认为不分宗教 助人向善的理念都一样 宗教不同 但是做法应该都相同 因为基督教天主教 也是这样做 响应爱心 有许多企业提供物资之外 还来当志工 出钱又出力 每次我们来做完之后 都感觉到蛮高兴的 因为除了让我们的产品 能给民众来使用之外 然后我们在付出 这样子的活动之后 让我们自己的心内 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非常的欢乐 这场寒冬送暖活动 六百多户民众 获得需求物资 感受到温暖与关怀 大爱新闻的雅萍 蔡玉凯台中报道 什么是最好的身教 严教 此地志工 装袖侠七十岁了 什么勤务都不挑 乐意做到最后 由其环保身影 为邻里所称赞 而孙爷以阿嬷为荣 跟着阿嬷做就对了 开心的跟他拍照 葡萄啊 高岭七十 庄绣霞生活不空过 此即是跑第一 不管是做福田 仿石关怀 相继助念 庄绣霞做得发喜 哪里需要 他就赶快去做 尤其在环保站 时常能见到 他忙碌的身影 你看他的手脚利落度 还是跟我们这个 五十几的差不多而已 除了白天 夜间环保他也参与 此地志工在东兴公园 做环保 庄绣霞总会从社区大楼 带来回收物分类 他都很早来 做到最后才走 真的很静静 他还是大家的榜样 庄绣霞是志工好榜样 也是孙女们的好模范 做环保是爱地球 吃素是旧地球 我们家的厨房 现在已经不足分食了 如素友谊健康 一起用行动爱地球 大约新闻 正下美志工 台中综合报道 做志工不分年纪 也有九十岁的 也走在环保这条路上 精进不退 还有小志工 这个笔记做得好认真 他们也熏发香 演艺首语 进化人心 进食书宣的小志工们 带来许多惊喜 有的捐出竹筒 要救助海外灾民 也有人带来一整叠笔记 战事寻法相的成果 佛陀有一颗坚定的心念 但是我们心却很容易动摇 我之后会努力继续精进 不懈怠 因为懈怠会使人堕落 会使人很苦 我之后会努力复习功课 佛法可以简单地在生活中实践 不止小志工 也在九十岁的复活员身上看得到 他日日做环保 让日子过得很简单 保持这一念心精进 那同时要用心 真正的用心 化听进心灵 化为在生活中去用 这实在是把 这叫做化水 将善念化为行动 温馨座谈中 上人期许 人间菩萨道 要由大家来维持 带宣黄金庭科兴之台北报道 国际新闻 先来关心天主教教宗 来到南美洲行程 最后一站壁卢 教宗行程相当紧凑 下机后休息一晚 就前往亚马逊雨林 倾听当地原住民的心声 铺上红地毯演奏乐曲 教宗南美洲行的最后一站 周四抵达秘鲁 总统高规格亲自接待 教宗下榻的大祖教宗宅邸外头 还有上万名教徒夹到欢迎 有的甚至彻夜守候 把握这难能可贵的机会 教宗秘鲁行的第一站 来到东南部的亚马逊雨林区 倾听这个国家的滔金热 如何摧毁原住民的家园 事实上毕鲁经历2008年 全球经济衰退后 被视为耐久资产的黄金 价格持续飙涨 因此亚马逊雨林的非法滔金活动 十分猖獗 不仅毁坏树木 污染水资源 野生动物栖息地 也遭到毁灭性破坏 就连外商公司也寄予雨林的庞大资源 教宗对此相当忧心 向来是环境保护为使命的教宗 也提倡两性平权 现场教徒和20个原住民团体 听完教宗演说后 不仅了解原民文化和土地的珍贵 心灵也获得平静 教宗行程马不停蹄 20号将拜访遭到洪水肆虐的小镇 并在21号回到首都利马举行弥撒 预计吸引一百万信徒参加 大爱新闻周博县编译 美国联邦政府面临着关门窘境 由于临时预算卡在参议院 下午一点就要到期 这表示即将面临政府关门的窘境 而在此之前 总统川普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舒默紧急展开了长达11个小时的 马拉松协商 川普上任才刚届满一周年 他原本打算周六要在海湖度假村庆祝 但是讽刺的是上任周年收到的大礼 可能就是政府停摆 川普这两天三番两次推文放话 政府停摆会带来严重后果 把责任全部推给民主党 白宫发言人也附和说 这完全是民主党领袖舒默一手主导 更加深民主党员议员的不满 如果联邦政府停摆的话 非必要机构的员工将奉命放假 等到预算案达成协议之后 才会补发薪资 而在1995年1996年和2013年 美国联邦政府都曾经停摆 当时每天有高达80万名的职员 被迫休假 土耳其东南部遭到沙尘暴笼罩 造成航空运输大乱 当地媒体报道 强风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席卷吹席 吹向土耳其东南部 把蓝天染黄严重影响能见度 部分航班因此被迫取消 此际泰国分会为境内的难民 举办议诊进入第四个年头 今年首次的社区医疗活动 有60位难民来参加 第四年为境内难民举办议诊 从近四堂外的报道开始 就有条不问 翻译志工阿伯马斯尔 除了对外服务 他更把握时间多问多学 塔纳彭医师2017年到台湾 参加国际慈祭仁医年会 深刻体会议诊对难民的重要性 看见小孩感冒发烧 塔纳彭不止开药 也鼓励孩子的母亲要放心 大爱新闻泰国报道 赶在农历春节前 清扫行动加速 在马来西亚这个家 慈祭志工出动了好多人 为独居的阿公好好打扫一番 阿公说志工的服务 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 雪龙慈祭志工来到 称采阿公家楼下 准备帮阿公大扫除 90岁的阿公听力不佳 行动不便 平时无法打扫房子 趁着农历新年前 志工要送阿公一份过年礼 每个角落认真打扫 就算要丢弃过级物品 志工都会在阿公耳边问 从照顾户到关怀户 六年轻疑身后 每个月志工会送 陈采阿公到医院做身体检查 而阿公心中早已把志工当成家人 结束清扫工作后 志工贴心准备过年调试 让阿公家有了过年气氛 也在马来西亚 在这里也有彼此祝福的氛围 这是关丹慈祭岁目祝福 此刻有特殊意涵 因为关丹一月份才发生过水患 志工投入症灾 当地民众如今踏入慈祭 心境有转折 马来西亚关丹 自己志工举办岁目祝福 邀请社区乡亲出席 有行的是手语演绎 无行的是歌声传法 在天灾不断的时代 需要的是更多人发挥大爱精神 荧幕播放全球慈祭大仗经 是善的足迹 民众看了感动 其实对我来很大的感想 是因为很帮助那些灾民 因为有看到很多那些灾 天灾 就是当你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然后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拥抱 我真的是很感动 我没有看过一个团体 可以拥抱每个人的 真的 参与岁目祝福的乡亲 没有种族 肤色及宗教之分 在竹筒回娘家区 汇聚人类爱心 发挥小前行大善 现场超过300人 共聚善念 以虔诚心祈祷 祈愿天下无灾难 戴新闻之善美志工陈明辉 沈玉伟马来西亚报道 爱心回流也在缅甸的岁目祝福 在仰光亚伦第四中学 此季所原建的礼堂举行 一千三百多人出席 最可贵的是他们的心意 包括此季帮助的农民 说要存竹筒直到夜下最后一口气 也有森众法师爱的步伐 令人赞叹 粉红色绵延的步伐 沙米尼把日月积累的善款 捐给此季 缅甸阳光亚伦第四中学 共有六十七间教室 每间教室里摆放的竹筒 也爱心回流 是两千八百多位师生的善念凝聚 农夫乌敏哀 更是付出典范 累计2015年到现在 从未间断至存五十元免币 整整捐出了八百三十一天的善款 缅甸岁末祝福活动上感受到的 不是大家祈求什么 而是争相的付出给予祝福 在座人的心灵 必谁都富有 待新闻太左左 陈永胜黄露发 缅甸报道 斯里兰卡首都可伦坡 慈激环保在这里落实 每个月所回收的资源 变卖所得 能帮到三户困难家庭 每个月的这个星期六 斯里兰卡可伦坡的慈激会所 都会聚集一群志工 因为这一天是环保日 慈激志工邀约社区民众一起做分类 特别是纸类的分类 志工很讲究 包括已被揉成像垃圾丢弃的纸团 志工也会一一捡回再重新整理 而志工正在处理的这一大袋回收物 是商业用的喷胶瓶 业者过往 用完后就当垃圾处理 志工最近找了 愿意收这些气瓶的厂商 回收时还特地把瓶里 残存的气体卸除 分秒不空过 志工做完分类后 也一起聆听证言上人开示 希望让守护大地的力量 在斯里兰卡继续扩大 大爱新闻阿罗萨 斯里兰卡报道 继续这一堂课向植物学习 大爱妈妈要学什么 抬起头仔细观察枝头树叶 大爱妈妈成长班来到 大平鼎热带植物园区 这种是海藻 海藻那一片的 三十多公顷的园区 让志工边学习植物新枝 边沉淀身心 园区的专业解说员 与同为志工身份的大爱妈妈 特别有化疗 都是以付出学习为生活目标 我们都是半路出生的 但是从学习里面就很快乐 真的很快乐 向植物求学问 学习与地球共存 静静的能学习 动一动也能学 关键在哪里 跟刚刚你在推一样 他手是把它送出去 不会在这里软下去 投球能学什么 学的正是定心 手中拿球得专注 才能美投必中 就算你会花招也投不进 因为就是要准确度 一堂体育课让孩子有了心得 形式不花俏 只求专注目标 不止孩子学专心 从事幼教工作的家长 也有了工作上的启发 可以去跟我的孩子分享 或者说透过一些小游戏 帮助他们学习 怎么样可以定心 志工用心规划课程 让动静之间都能有满满的收获 大爱新闻珍税美志工 高雄综合报道 24节气最后一个大寒 就在今天 这表示这是一年中 最酷寒的一天 也是以前农业社会的重要指标 只要这天吹起北风 让天气变得寒冷 就表示来年会丰收 也有大寒日怕南风起 当天最即下雨时 这一句俗言 但今天下雨了 来关心下午的天气预测 我们下期再见 冰雕也能制作成乐器 所以我们最后一块来看看 也赶紧收看这一节 大爱五间新闻 祝您周末假日愉快 我们再会 祝您周末假日愉快